我現在呢 不好意思 有一點點 很害怕被扣帽子 所以呢 直接跟我講完 就是呢 不好意思 等我一下 不是啦 我還特地化一個妝 是說要這樣子的話 那剛剛化什麼呢 到底在幹嘛我 不好意思 那我想要用很理智的狀態來面對這件事情 所以呢 這就是為什麼 在一開始我選擇把包包拿去鑑定這件事情 是因為我真的受到太多太多質疑的聲音 那我也不是一個專業的鑑定的人員 所以呢 我就把它交給了一個 有證書的鑑定的中心 雖然 一開始可以修構證 我知道 可是我覺得這件事情 已經不是構證可以 平息 所以 我手上有構證 我手上有構證 但是我覺得拿出來也沒有用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一開始 沒有拿 構證出來 很多人都叫我 不要多說話 多說多錯 會不會放大 希望我沉澱一下 整理一下心情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 我 讓你們等了幾天 這個是我情中一張構證 先給你們看一下 然後呢 這個是我們拿去驗得包包的結果 我有拿到的這張證書 所以呢 我們拿到的這張證書 那我想要說的是 我再次重申 包有一律 我們才找代購負責 如果沒有問題 那我跟代購就沒有問題 這一天呢 我沒有逃避 我都在做事情 因為我知道 憤怒會讓我喪失智慧 我從來沒有說我自己 多有錢 我也沒有自稱貴婦 或自稱名媛 從來沒有過 因為我本來就不是貴婦 我也不是名媛 我就是一個努力工作的人 所以呢 我從來沒有以貴婦名媛自居 因為我真的不是 那我交朋友 也不是以前會有 我是以成交友 所以我從來也不會說 誰有錢我跟誰做朋友 沒有這樣子的 認識我的人都知道 絕對不會這樣的 然後我從來也沒有覺得 我自己高人一等 我喜歡買東西沒有錯 可是我從來沒有瞧不起任何人 這件事情很重要 千萬不要去造謠這些事情 因為我從來沒有這樣 我更沒有說過什麼 看不起窮人這件事情 公眾人物被檢視 很多很多的檢視 甚至是放大檢視 批評指教 身為藝人 這個公眾人物 我都虛心的接受 但是我真的 請大家 不要做出任何的人生攻擊 不只是對我 是你對身邊的每一個人 公眾人物都不要做出 人生的攻擊 無限上綱的 無差別攻擊 我覺得 這個東西 是我想跟大家說的 你可以不喜歡我 沒有關係 你可以不要看我 但是請你不要隨意的人生攻擊 更不要去打擾我身邊的人